大家好 我是創先生 現在又來到了人生抉擇的時刻 就是中午到底要吃什麼 每天都在想中午要吃什麼 其實我喜歡騎車去吃一些美食 那今天中午就選定了一家店 那這家店還蠻特別的 他是一家拉麵店 拉麵店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他的店面有一些裝飾啊 一些擺設 是我們騎摩托車的人很喜歡的 那一般來講我們去吃拉麵啊 通常都是點一碗拉麵一百多塊 那就是一兩塊的叉燒還有半顆蛋 加上有些筍桿或是蔥 這家拉麵店有一個非常厲害的東西 就是這家店的招牌 那等一下我們去看一下 這家店到底有哪些招牌 是吸引我過來吃的 前面就快到了 這邊就是了 好 看到了 這家店的名字叫火藥二代目 大家有沒有看到 好像 有沒有看到他的門口 很特別喔 他門口還有那個人物的看板 應該是老闆他們自己畫的吧 特別的 好 我們進去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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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們 好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來的這家拉麵店 覺得還蠻好吃的 口味還蠻適中 不會太鹹 不會太重口味 那重點是它的店面 的裝潢設計 很特別 它牆上的那些漫畫動漫 都是經由一個攝影師 所繪畫的 它也有出周邊商品 剛剛畫面我有拍一些 那最讓我難忘 就是它的叉燒飯 它叉燒飯吃起來感覺就是 有點像那種豬油拌拌 當然比那個好吃 那拉麵的部分就是 價格也蠻平實的 140左右 那你可以加點其他東西 譬如說蔥啊 或是叉燒 那我朋友點的那一碗啊 真的是太大碗了 我一個人可能沒辦法吃完啊 那個叉燒大約都有七到八片 如果你一個人要嘗試的話 是可以啊 不過建議你先點一碗拉麵 再加一碗叉燒飯 這樣的搭配還蠻剛好的 這家店我一定會再來吃一次喔 吃看看別的口味 因為它的其他的拉麵我還沒吃過 其實還不只有拉麵 它還有其他餐點 所以呢 是值得再回來吃一次的店家 推薦給大家 那今天影片就拍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 台中拉麵店其實還蠻多的 如果你知道有哪一家拉麵店 很特別又好吃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感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